深山峡谷 隐藏绝世奇景 巨型研究 奇特现象 重重迷雾之下 巨著绅士 能否最终破解 解密其风声势 《地理通国》即将播出 日夜交替 四季流转 千万年来 这片威夷起伏的山岭深藏不露 变换着不为外人所知的万种风情 诉说着遥远而神秘的地球故事 这个神奇的地方 拥有无数引人入胜的绝妙奇迹 你一定想知道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无比美妙的风景来自哪 这个地方和一首民歌相关 这首歌可以说许多人都耳熟能详 是这么唱的 这里的山路十八万 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这首民歌描写的正是 湖北西南部群山环绕 西河纵横的景象 在那天坑 地缝 绝壁 溶洞 石林 喀斯特地貌的各种形态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云海 佛光 怪鱼 妖物 龙骨 众多神秘现象层出不穷 从今天起 我们就将走进这座名叫恩师的地理迷宫 恩师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位于湖北省西南部 这里是湖北 湖南 重庆 三省市交界处 乌山 大楼山 古陵山 三山横跟其中 青江 云龙河 雪兆河等 在山间盘缓穿行 土家族苗族村寨 点缀在云征辖位的山水之间 苍山连绵 西河婉转 万木苍翠 共同连维起一卷钟灵玉秀的动人樱花 长江的一条重要之流 青江自西向东横贯泉州 在它流经的重山峻岭中 有一片气势恢弘的峡谷 峡谷长约13.5千米 面积近120平方千米 这就是恩师大峡谷 大峡谷所在区域 陡峻的山崖临刺至笛 临寻的石峰光怪鹿 密布的溶洞暗和幽暗昏阔 雨雾阴晴变幻无常 这一切让人联想起诗人屈原吟诵的 鱼处幽黄溪终不见天 陆险南西独后来之千古诗句 时至今日 恩师这片岐山一水 正在不断展露出多彩的滋种 然而人们涉足越深 越会精看于这里 一场复杂的地貌形态和众多令人费解的自然谜 天坑 地缝 溶洞 神石 妖物 数不清的奇特现象 竟然都汇聚在这一周一地 上天之手是如何描绘出如此波绝云轨的诱人画卷呢 众多神奇景象的背后又深藏着怎样的自然玄机呢 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处处世间奇景 去一步步探寻谜题的答案 挪戏是恩师民间一种传统的演出形式 每逢节日 民间一人头戴面具 雷鼓起舞 以此来祭祀祖先审礼 演绎世间风云 表达对自然的尊崇 在当地百姓信中 有两样神物足可以与天地日月比肩 那便是两座屹立于崇山间的晴天巨著 千百年来 他们被看作是维系这一方百姓平安吉祥的镇山之堡 在恩师大峡谷所在的地区 有一片四面绝壁环绕的山间谷地 两座晴天巨著分别位于这片谷地的两侧 西边的巨著藏于群峰间 看似摇摇欲坠 被人们称作一炷香 东边的石柱独自矗立在山岗之上 傲然不群 被人们称作潮天笋 在百姓们看来 这两座巨著屹立其东 气韵不同 古傲阳刚的潮天笋 顶天立地迎风沐雨 而俊秀中透出几分 妩媚的遗柱枪 则常为迷雾所笼罩 石柱警官在我国各处多有分布 湖南的张家界 江西的三青山都早已持敏中外 然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所在的地区 属于南方喀斯特分布区 峡谷中遍布可荣幸石灰岩 这里竟能留存上百米高的石柱 更是罕见 令人称奇的还不止于此 据当地百姓说 巨型的石柱 其实远不止这两座 走进大峡谷的群山 还有大片蔚为壮观的岩柱群 藏匿其中 事情果真如此吗 初夏时节 地理中国栏目记者 跟随地学专家 来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准备从巡访巨型岩柱背后的秘密入手 一探这片山川大地 深藏的自然玄机 万新南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 卡斯特严荣地貌专家 科考组从恩施市出发 向西北方向行进 一个多小时后 来到屯宝乡的一处高地 放眼前方 恩施大峡谷的盛景 一览无遗 一字排开的陡崖坠壁 目测估算至少高数百米 宽达十余千米 仿佛是神仙洞府外围厚重的铜墙铁壁 一组组高耸的岩柱 镶嵌在岩壁的外围 宛若全副武装的巨人 护佑着身后的巨大的堡垒 道路一旁 更有一条蜿蜒曲折 似乎直通地心的狭长缝隙 乍一看 仿佛大地被生生撕裂开来 如此景象 让地质专家万新南 赞叹不已 非常整看 这种损状的巨型炎柱 这一带分布的比较多 它不像其他的 什么蜂虫啊 瓦地啊 石林啊 它不是这种地方 万教授告诉记者 眼前这种景象 在喀斯特地区实属罕见 常见的喀斯特地茅区 绝大部分岩石 是古老海洋中的沉积岩 在久远的过去 海洋中的矿物质 年复一年沉积 堆叠出厚厚的 密布横向纹理的岩层 然而 此时刻靠着远眺 恩师大峡谷的长墙绝壁 所看到的岩层 竟意外地遍布着 垂直的结底 和高耸直密的岩柱 这种景象 与寻常喀斯特地茅区 截然不同 所以这个地方 在喀斯特地茅类型里头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 而且可能还是世界上 唯一的一个地茅类型 万教授认为 恩师的岩层大有玄机 我们必须深入到 石峰岩柱当中 才有望揭开最终的谜题 我国是一个喀斯特大国 在贵州 云南 四川 重庆 等许多地区 石魂岩广泛分布 在流水的长期作用下 它们被雕周成千姿百态的 地貌奇观 恩师接近四川盆地边远 处于我国地势第二 阶体末端 这里的地层 同样以石灰岩为主 但是 这个峡谷中的石灰岩 与众不同 那究竟是什么力量 将这里的岩石 加工成千奇百怪的外表呢 它和这一地区 曾经出现的 种种神秘现象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考察队打听到 大峡谷中有一个 屠家族村落 那里的人们 世代居住在大山深处 对山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于是 我们很快来到这个 叫做前山村的地方 村民告诉我们 一柱香是大峡谷的镇谷之宝 那根高耸入云的石柱 又细又长 远远看去 宛如一根冒出 鸟鸟青烟的巨香 一柱香的名字 由此而来 那个一柱香就是神奇 那么一点点车 还那么高 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是看到好几位人 随后 在和村民的交谈中 我们得知了 峡谷更多的奇特之处 我们这里 那个柱子就是太多了 据说 一柱香和朝天笋 分别位于 峡谷的东西两侧 两者相距不过二十千米 但周围的地貌 却截然不同 峡谷西侧的 一柱香附近 地势险峻 连片绝壁中 存在许多 高达百米的巨大石柱 在云端 时隐时现 景象凶奇壮丽 而峡谷东部 朝天笋附近的地势 却平缓得多 偌大的谷地中 只有朝天笋 一只独秀 这样的说法 引起了考察组的兴趣 外教授建议我们 分别对这两根奇异的 岩柱展开考察 我们打算首先前往 岩柱群密集分布的 峡谷西侧 探访一柱香的秘密 为尽快抵达目的地 科考组在村里 找来一位向导 向导兴奋的告诉我们 雨后天晴时 是最好的进山时机 在峡谷西侧 高耸入云的石柱附近 偶尔还会出现 变幻不定的五彩光芒 其中还有 不停晃动的神秘身影 转瞬即逝 而足够幸运的人 还能在那里 经文神奇的天籁之声 一席话 让考察队员非常惊奇 踏着湿滑的山路 考察组开始了攀爬 三个多小时后 当科考组登上了一处 海拔一千五百米的山顶时 波澜壮阔的圣景 跃然眼前 向导兴奋地告诉大家 这正是恩氏大峡谷的 奇景之一 青江生白云 在大家的视线中 来时走过的路 连同山川大地 全淹没在浓稠的云海当中 只有那些海拔过千米的风顶 时也实现 它们看上去 如同漂浮在海上的岛屿 急目远眺 恍惚间 一种踏浪而行的感受 油然而生 无怪乎当地人 把这处封顶 称作踏浪亭 观景的同时 万教授 唯唯道出了 美景形成的内音 原来 巡山环抱的恩氏地区 处在中国地势第二阶梯 与第三阶梯的交汇处 夏季时 南来的季风 再次形成丰沛的降水 与此同时 眼前云海遮盖的 是宽广低平的谷地 青江流经脚下 大量水汽从地面 蒸腾到空中 用预冷凝结成云雾和降水 这种循环往复 不仅造就了云海奇观 而且为当地带来了 两千毫米以上的 粘降水量 驱走了暑热 润泽了山川大地 云量越聚越多 考察组不敢停留 继续踏上行程 沿着山脊行进不久 大家来到幽谷之中 路越走越窄 队员抬头望去 赫然发现 所有人已经置身在 陡崖绝壁的缝隙间 教授咱们现在走的 就是一个一线天里头 对 万教授告诉我们 这种类似一线天的景观 是山体上 一条大的构造裂隙形成的 一路走来 他发现 峡谷中的岩体 大多存在 类似的垂直结底 不少粒系 甚至能够贯穿 整个山体 这样的岩石结构 非常特殊 喀斯特地区的岩层 并不稳定 尤其在大雨过后 很容易松动崩塌 可靠着马不停蹄 奔出了危险重重的一线天 本想松一口气 没想到更为惊险的一段路途 撞进大家的视线 你看这个绝壁 确实几乎是90度 在这儿就见那个钻道 488米 它的海拔高度 大概是1700左右 这条绝壁长廊 位于山体中部 沿山市凌空而建 行走在上面 身边云雾缭绕 人们仿佛置身仙境 就在记者惊叹于眼前的景色时 细心的万教授 却发现了一个 不同寻常的地方 在他的提醒下 队员们注意到 脚下的云层 明显是沿陡峻的绝壁 垂直爬升 而且速度极快 肉眼可见 万教授据此认为 峡谷中存在着一种 特殊的气流 我这儿做个实验 证明一下这个气流 这儿运动 还是有个特殊的一个现象 我们看看 这张餐厅纸 撕一个脚 好 上去了 是吧 这个纸片飞上去了 对 你看 对吧 按讲他应该在重力作用下 对 他往下飞才对 他现在越来越往上飞了 对 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教授 这个挺有意思 这个绝壁前面 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 这个时间 它的气流很大点 那么这个雾海 它遇上这么个向道里 这个压力 这个气压就低一点 那么那个压力要高一点 所以说从这儿一压的话 这个气流就往这边走了 往这边走了 它就往上升了 原来 峡谷中的垂直绝壁 造就了这里特殊的上升气流 万教授发现 这里的绝壁高度均超过百米 专家认为 这特殊的山体形态 很可能会造就 非同寻常的自然景观 这时候 太阳出现在山顶 绝壁外 升腾起了铺天盖地的云藏 就在此时 我们脚下的云雾中 突然幻化出一道 五彩的光环 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 像佛光一样的这种景色 底下是一个五彩的这个环 然后现在我这个手臂呢 在这挥动 就能看见我这个手在里面 像牵手观音一样 太神奇了 就是它就是要那个镜面 要对面这个云海 它一射下来 这个再个折射过来 实际上它就是圆形彩虹 万教授说 佛光是一种特殊的光学现象 它的产生需要苛刻的条件 在空气潮湿的时候 空中存在许多细小的水珠 如果水珠的后面 恰巧又有一道垂直的云层 那么阳光就会通过 掩射和慢反射 在云层上形成一道道 七彩的圆形光环 而当太阳观察者 及观察者对面的云层 处在同一直线上的时候 人的影子 则会被阳光投射到光环上 这种影像 被反射到观察者的眼中 就形成了佛光 光环中晃动的身影 其实就是观察者自己的影子 万教授认为 峡谷中广泛存在的垂直绝壁 翻滚的云海 升腾的上升气流 是造就佛光的关键 而当地百姓传言 山中出现的五彩光芒 应该就是一种特殊的佛光 那么 峡谷中如此密布的斗崖绝壁 如此特殊的喀斯特地貌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历经一小时跋涉 科考组终于抵达了 一柱乡和岩柱群所在的区域 这里的海拔达到了一千九百米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 这时候天色突然暗了下来 眼前一组组裹挟着云雾的巨星岩柱 森然异立 它们高过百米 气势宏伟 令人望而生为 那么 那座堪称大峡谷地标的巨星岩柱 一柱箱 又会显现出何等气韵呢 前行不久 一柱箱赫然现出 站在它一旁 唯有用震撼一词 才能表达出内心的感受 比起先前见到的岩柱 一柱箱身形更为高大 柱体却更加纤细 在云雾中 隐约能看到它具有奇特的造型 上宽下窄 透出几分微压 令人担心 它即刻便会轰然倒下 看着它非常显 这个上头粗 什么下头细 就快倒的样子 那当然觉得 这个很新奇 仔细观察 考察组注意到了更匪夷所思的地方 这根巨星石柱上布满了纵贯上下的巨大裂隙 整个石柱看起来岌岌可悲 似乎随随时可能崩塌 一柱箱特殊的形态引起了专家的兴趣 他告诉我们 那似的岩柱景观在湖南省的张家界也有分布 但是那里的巨大岩体是由石鹰沙岩构成 它们质地坚硬不易风化 因此能够长期保留柱状的形态 而眼前的一柱箱却截然不同 它位于一个石灰岩峡谷中 高达百米的柱体完全是由灰岩构成 一般来说 这种岩石极易遭到流水侵蚀产生风化 而且承压性能也远不如致密的石鹰沙岩 那么它如何能够屹立千万年而不倒呢 此外恩师大峡谷中林立的巨型岩柱又是如何形成的 一连串问题接踵而至 就在我们打算进一步展开考察的时候 远处山谷中传来了轰鸣的雷声 万教授具有丰富的业外科考经验 他告诉我们 山中一旦落雨 道路将异常湿滑难行 几亿发生意外 考虑到大家的安全 万教授建议我们先暂停对峡谷的考察 尽快返回山下驻地 在考察当中专家总不时地发出 世间罕见 绝无仅有等等类似的赞叹 的确 在可溶于水 亦受侵蚀的喀斯特地区能够形成这样的景观 这其中必然有特殊的玄机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将继续跟随专家 对恩师大甲骨定型 深入考察 尝试揭开他前世今生的谜团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